這幾天,中共的飛機,竟然越過台灣中線 台海中線,似乎有要開戰的意圖 不然你就來啊,台灣人就很怕 坦白告訴你,看了這麼多近代史 最看不起的就是你這奧共,共會,共軍 你們也比較好 你以為你多強啊,他把他打開 習近平你頭腦是壞掉的 你頭腦壞掉了是不是 你要統一,你要統一台灣 然後你一直在討好那個 曾經屠殺過台灣人的外星啊 你不會討好台灣人你啊 你一直在討好那些 像白朗啦,竹聯邦啦,松聯邦啦 這些這些外星啊 還是像那個什麼,金門那個女議員啊,陳什麼啊 不然就是像昨天,新聞報導的,生了夠壞 什麼某黨,國民黨某黨部的,什麼 還選過里長,假裝路人,賣到生了夠壞 假裝路人,那種外星,外星婆娘 你阿強的,專門在討好那種人 那種人應該就屠殺過台灣人的人 然後你討好那些殺過台灣人的外省人 然後你說要統一台灣 你是頭髮去的啦 習近平 你頭腦有動了喔 你有動是不是啊 你不會討好台灣人喔 你要統一台灣,你不會討好台灣人 沒那麼簡單 我教你,要我教你嗎 要我教你嗎 每個人,台灣人每個人,每個月 花給一萬塊 就可以統一了啦 你快空了嗎 台灣人都愛錢而已啦 說穿了就這樣啦 你錢都給那些 屠殺過台灣人的外省人 你不會把那些錢省下來 花給台灣人喔 這樣就能統一了啊 還在那邊軍機繞台 我們秀什麼坦克 還有,還找一個什麼陸戰 什麼特種兵的 那個怎麼秀的啊 拿一把刺刀,臉刺到這樣 什麼臉刺到這樣 這樣咬來嚇一隻刺刀、匕首 這樣咬來咬去 那太厲害了 你太厲害了 不太厲害了 大家都很害怕 台灣人都很害怕 頭腦有判議 頭腦有動的啊 你知道你 共軍你 你只要敢 像台灣 軍隊或台灣這方面 你敢開一槍試試看 你看台灣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預估啦 台灣第一個會打的就是 你們留在台灣的中共同路人啊 像白朗這些外省人啊 你敢向台灣發一槍 你看看 你好歹就叫這些人趕快 搭飛機逃回大陸 不然你敢打一槍 你看看台灣人會怎麼對這些人 你看看啊 你打一槍看看啊 你看台灣人會不會找這些 你們 在台灣的同路人算帳 你看看會不會 不然你就試試看啊 你頭腦有病啊 每天在那邊繞台 你錢太多年 你錢太多 你不會花給台灣人喔 一個人 一個月一萬塊就統一了嘛 這樣賣賣 空敢 這樣賣賣 不然人家說這些人不賤賤 水準低 啊 習近平你水準低啦 你沒有讀書你了啦 什麼熱干麵加油 加你個屁啦 加油 你不會你不會花紅包你了啦 連這個都不會啊 什麼這共軍落台 本来不想生气的 还有那个 那个律师帮帮派免费 提供法律服务 你看看如果中共敢向台湾花一炮 你看这些在台湾苦搞瞎搞的 那些什么替黑帮替杀手辩护的 免费辩护的那些律师事务所 还有那些法官 像那个馆长案到现在二十几天 你还不办 你再不办看看 只要中共打一枪 你看你这些不办的人 新北市市长 你们这些不办的人 你看看如果中共打一枪 打向台湾 你看后果会怎样 再不把馆长案给办出来 你看台湾人会不会 会不会疯掉 拖二十几天 这么明显的案子 你办不出来 那个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还有脸在公众面前这样讲话 结果就像这样狗尉人 结果就像这样狗尉 软尖尖尖 得了吧 你看狗尾 你那种人 那种样子我没看过 我以前就讲过 以前那个黑道治果时代 那一个我住的社区管理 这个管委会的主委 就是生意到这种型的 就像那个律师事务所 你看看顾意到这样,眼睛叩的,像让大家都求他。 得了吧,算了吧,来这一套,背地里像一样,无情无义像一样。 你看看,如果共军向台湾发一枪,你看这些人下场会怎样? 你看下场会怎样? 所以你还是赶快,你这些法官啊,剪警,剪掉你这些中共同路人啊, 馆长要赶快办出来。 你不要等到中共向台湾发枪,你还办不出来。 到时候就危险了,我告诉你们。 台湾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啊,大家都在看啊,看你怎么把馆长案办出来。 馆长案被枪杀就等于台湾人被枪杀,知道吗? 大家都很关心啊,因为我们谁也不想遇到这样啊。 如果我们看,看馆长案没有办出来,我们会怎样? 啊,不能我们先下手。 与其坐以待毙,我们先下手。 免得你来找我们,我们先去找你们。 知不知道台湾人的个性? 就是这样啊。 阿公啊,每天在那边绕,你想说,你还把台湾人当做以前的国民党。 以前的国民党军队,以前的中央政府,不要说国民党军队啊, 应该说中华民国军队。 是因为八年抗战,疲惫不堪。 啊,资源武器什么都没有。 然后你中共躲在那个延安窑洞, 躲了八年啊,吃饭饭困扎, 喝烧酒啊,但是吃饭饭,吃到饭饭困扎, 睡到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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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这样八年你才能够打赢中华民国的军队啊。 你还以为你真的是天兵天将哦? 滑狗啊!放屁啦! 敢就打过来啊,看看你, 你来打台湾兵看看啊,你来打台湾兵看看啊, 你来打台湾兵看看啊, 你这中共的箭头啊! 现在不是在箭头啊!